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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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OK OK OK好 艾娜 我就先走了 因为我要先出换这件衣服 好 好了 我们走了 拜拜 艾娜 来了 又这么晚 最近太忙了 快吃吧 想吃什么自己拿哈 好 不用客气 阿姨送你的 快吃吧 谢谢阿姨 父母见了得多心疼啊 我父母他们才不会心疼我呢 哎 这孩子 哪个父母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啊 真的阿姨 他们呀 他们根本就不会管我 好了阿姨 我给你扫过去了 好嘞 完了再来阿姨点吃啊 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啊 我爸呢 看电视呢 怎么了 是不是钱不够了 我让你爸明天就给你打 不是妈 我干的挺好的 还有钱吗 干的挺好 什么叫干的挺好 隔壁你李叔他女儿 进了水电局 还有你表妹啊 研究生毕业了 现在做老师 王姨的儿子 刚考上公务员 你看看人家 你呢 非要当什么主播 又上不了台面 找份稳定的工作不好吗 妈 你要是太累 不行就回来吧 妈 我不想回家 你这孩子还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挂了 你这孩子 嗨 来 进来 总监 这是我的主播生情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以你的自力 还不能做主播 可是我想试一试 你来公司时间也不久 你先把助理工作做好 好了 去给我倒杯咖啡 好 好 先紧又被打下来了 是 哎呀没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 总跟她就这样 想采了机会 嗯 嗯 哎 哎 来了 喂 你最爱吃的喷粉 老软和了 专门给你下的 今天吃的可是不多啊 怎么了 怎么没胃口啊 哎 工作什么事情 孩子 遇见什么事别太往心里去 你看我每天开麻辣烫 也累死累活的 洗澡贪黑 我有时候还不想干呢 那也不能因为别的事情 说不干你就不干了呀 人得努力不是 开心一点啊 没啥过不去的 谢谢阿姨 可是 我现在每天干的事情 根本就不是我想干的事情 我想当主播 可是 可是领导就是不同意 其实 你随便在路上找个人问 他做的事情 也不会是自己最喜欢的事 但是人不是得活着吗 你不能因为不喜欢的工作 而天天愁眉苦脸 这没有意义 明天还是得面对 不是吗 但是啊 你只要在这个位置上努力 总会成功的 不是吗 阿姨先去招呼客人啊 你慢慢吃着 杨南 嗯 总监让你去播音室 他让你快点 你知道什么事吗 我也不太清楚 应该是好事 快点走 走 你快进去啊 快 过来 你不是总说我不给你机会吗 现在机会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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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os 大 壇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 主播 小楠 你说我给你机会了吗 我就不应该相信你 要不是因为那个女主播今天迟到了 你觉得我会用你吗 可是今天太突然了 然后我又什么都不懂那一部系统 行了你别解释了 你真的应该好好想想你适合做主播吗 出去吧 我以为你适合我的手 Hand in hand Hard to heart Let the tomorrow come And we'll face the day Together 阿姨来的更宽散了 好嘞 阿姨你这几天怎么没出车啊 哎 结了两天被车给蹭了 爸 严重吗 你弄到车上了 没事 我也想多休息几天 但是我这家里人怎么办 都指着我这吃饭呢 而且总在下待着 反倒想我的摊子了 前两天答应了我家那小孩 说他考了第一名 我就去给他开家长会 谁知道那小子真的考到了 还嚷嚷着让我去 你说不能穿着围裙去吧 我心思着早点回家换身衣服 结果这路上啊 还是给车蹭倒了 家里躺了两天不说 这家长会啊 我也被取成 谢谢阿姨 光听我说了 快吃吧 阿姨啊 你不用担心 我们的孩子这么优秀 将来一定能考一个好大学 找一个好工作的 你们啊 都是乖孩子 都能让父母省心 我才不让我父母省心呢 你这么优秀的孩子 父母怎么会不省心呢 你这么努力 肯定会成功的 你们这是神经病 你怎么ác 能打赏安gardgardgard Students 我正念了的时装 换上新的一生 只要紧紧紧紧 来到心间的无座帮 这一起来不来不来跳舞 回忆的孤独 我们不需要谁来替我们做主啊 只当你要的幸福 不惜那种苦 我知道我们 我们都是一起去 一起扫那地 阳光下沙滩 里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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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那地 小姑娘 今天吃点啥 阿姨 我今天想给你商量的事情 丫头 没说 就是 我想下了班以后来这儿跟你一起做麻烫 你哪能干这活啊 上班本来就这么累了 对的阿姨 我不是想当主播嘛 然后我就想过来学着怎么跟顾客打交道 这样啊 你来 只要不嫌阿姨这儿累 你尽管锻炼 好 谢谢阿姨 你说 嗯 嗯 好好 马上给你带过去了 今天这是怎么 怎么大家都慌慌张张的 哎 你不知道 今天做节目的主播来自路上出了车祸 哎 人都被送到医院去了 嗯 怎么不这样 她人没事吧 她人没事 可节目马上就要开播了 嗯 没有主播这可是重大的医院出事 哎 你忘了上次总结发了多大的话 我们这下可完了 这件事情是你们谁负责 现在节目还有三分钟就开始了 你们找不到人IT都别给我干了 好吗 都不说话什么意思啊 还能不能工作啊 总监能不能让我试一次 你 上次的事情你忘了 你还想搞砸吗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我再搞砸了 我就辞职 然后负所有的责任 现在节目也开播了 也找不到别的主播 要不就让杨楠试试吧 行 那你去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你听我说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楠 初次和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就先聊一聊第一条新闻 今日呢 在一条公路上 有一辆大货车 运载着一车的榴莲 突然翻车 而附近路过的行人呢 和村民则是一起上去 哄抢这份榴莲 在哄抢这份榴莲之后呢 所有的人又被送到了医院里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了解到啊 这些村民是因为 全部都是因为 食用了这些榴莲之后 中毒身亡 甚至呢 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应 我们记者前去了解到 这份榴莲就是他们所哄抢的榴莲 我们了解到呢 这份榴莲之后呢 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下一次节目 同一时间再见 宝贝你太棒了 多亏了你 对了 看起你的主持人 再给我 今天呢 是我们的年度总结大会 今天呢是我们的年度总结大会 也就是我们的年度总结大会 номion 多优优独播 听你的ões 对了 有美丶 你的歌 劳之后 你以后 接下来 你欣赏我欣赏你 多余 为你温柔的花 因为让我们彼此相忘 天可之后在相忘 夜未了 周未央 我望着你渐渐远去的方向 却追不上生命啊